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要十分小心才好 而有许多朋友在装修厨房时 一般都会挑选自己喜欢的风格以及颜色进行装饰 一般常用的颜色有白色 黄色 虽说颜色比较大众 但是却忽略了厨房风水这一细节 其实最正确的做法就是在进行厨房装修时 一定要提前了解厨房风水 从而选择合适的颜色 那么厨房的颜色有什么风水禁忌 还有哪些注意事项呢 小酱汁带酱油们来具体了解一下 一 厨房整体的风水颜色 一 厨房易用白色 风水认为厨房以白色为家 厨房是做饭的地方 白色至少可以表明这样的卫生状况良好 一尘不染 饮食大可以放心 而且白色非但能唤起人的情绪 还有注意人各种情绪的平复 通常白色象征的就是平静 什么情绪都在渐渐地放松 渐渐淡化 选择白色的好处就是把心里所有不好的东西统统放掉 把自己变成空白 在锅碗瓢盆之间重新找回生活的乐趣 二 厨房易用灰色 灰色是现代人非常喜欢的颜色之一 盐灰色用在厨房可以增加空间的现代感 松灰色会显得更沉稳 符合大多数人的喜好 纯灰色常常给人灵透雅致之感 浅灰色还能给空间带来明亮感 因此不管是哪种程度的灰色 用在厨房总体来说还是非常合适的 三 厨房易用黄绿色 绿色代表自由 厨房装修使用绿色会给人赏心悦目之感 把厨房衬脱清新又干净整洁 而黄色用在厨房会给人眼前一亮之感 带着做饭的人的心情都会变好 会让厨房的工作变得轻松 四 厨房易用暖色点缀 厨房除了整体用色之外 还有局部用色 一般整体用色偏浅 局部可以用暖色进行点缀 这样可以给人更加温暖祥和之感 也更有家庭的氛围 比如让人感觉清凉的蓝色 给人朝气的绿色 柔美的粉色 以及温馨的黄色 都可以作为厨房的点缀用色 五 厨房即红黑两色 由于这块区域属火 而红色也是属火 所以若是采用这种色系来装扮烹饪区 会致使照火过旺 产生火炎土造的现象 亦引起家庭纠纷 而黑色在风水学中属水 所谓水火不相容 这种格局会影响居住者的加快 所以主色调应该以浅色调为主 六 厨房局部色彩 众所周知 这块区域的分布较为细致 比方说有清洁区 烹煮区等等 并且各个片区的使用效果不同 因此在颜色上的挑选也有所差异 比方说天花板 上下庇护墙板的上部 都可以使用明亮色彩 而地面使用暗色的激烈 使人感到室内重心稳定 七 厨房朝向与颜色的关系 朝向也在一定程度上 关系到色彩的挑选 比方说朝北的烹煮区 可采用暖色调 以达到阴生室内温度的效果 而朝东南的厨房 由于阳光充足 亦采用冷色系 达到降温凉爽的效果 八 对于过高和过小的厨房色彩搭配 巧妙地利用色彩的特征 就能创造出空间的高宽深 做视觉上的调整 厨房空间过高 可以用凝重的深色处理 使之看起来不那么高 太小的房间用明亮的颜色 运用淡色调 使之产生宽敞舒适感 采光充分的厨房 可以用冷色调来装饰 以免在夏日阳光强烈时 变得更炎热 九 五行与厨房色彩的关系 在五行中 熟火的紫色对熟土的人 也就是农历三六九或十二月出生的人 有助旺的作用 因此熟土的人 在以紫色为主基调的环境中 更有助于创新 开创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在厨房中使用紫色的厨具系列 让人们的思想活跃 对未来的发展信心十足 五行中属水的厨房色彩风水搭配 蓝 黑 灰 五行中属火的厨房色彩风水搭配 粉 橙 红 五行中属金的厨房色彩风水搭配 白 金 银 五行中属木的厨房色彩风水搭配 青 绿 五行中属土的厨房色彩风水搭配 黄 鹤 咖啡 二 用橱柜的色彩催往家中运势 厨房风水的颜色 还可以借助厨房中的一些 其他的橱柜的色彩来做点缀 这样既可以使得厨房 能够达到更好的便捷卫生的使用效果 同时还可以很好地改善 厨房风水的颜色 那么橱柜用什么颜色好呢 一 蓝色的橱柜 充满梦幻的色彩 始终保持清澈 浪漫的感觉 橱柜在这样的空间里显得纯洁可爱 惹人瑕疵 蓝色在自然的演映下更加清新雅淡 富于装饰味道 特别适合工作紧张的白领 让喧嚣的心灵靠暗宁静的港湾 蓝色与其他颜色搭配 也会起到意想不到的效果 蓝色与黄色的柜体 在充足的光线下格外清新醒目 两者搭配显出成熟和典雅 彼此相得益彰 和谐中不失灵活 用橘红色点缀蓝色橱柜 使深沉中增加一种明快与活跃 灰蓝为主调的大胆色彩运用 会让人耳目一新 清爽心情油然而生 此外淡蓝朴素清澈 深蓝前卫磨灯 二绿色的橱柜 轻松舒爽赏心悦目的色彩 绿色是永远用不完 永远不会让人感到厌烦的主题 因为它的每一点变化都对应着自然给人类的印象 所以绿色适合所有喜欢它的人 从淡绿转化为灰绿 然后暗紫 完成室外到室内的过渡 对应了人的视觉对空间的自然反应 淡绿如田野的地板 黄色如秋叶的柜体 墨绿如松针的台面 构成一副自然景色 使人心情豁然开朗 淡绿与淡蓝的配合 则使厨房充满昂然生机 生活在淡绿的空间里 梦都是清新的 明快而错落的绿 让人仿佛来到了青山翠谷 三 银灰色的橱桂 银灰的流行是现代文明都市的产物 效率 健康 积极 热情融入其中 质朴中显出厚重的银灰 同样会让从喧闹世界返回家庭的主人 尽快回复平和的心态 时尚有品味的消费者 多钟情于此种颜色 银灰和现代感墙 个性化装饰突出的贵橱 往往是密不可分的 这种色调附着于切割精致的贵体空间 仿佛置身遨游太空的飞行器 四 红色的橱桂 热情奔放 充满喜庆的色彩 年轻的新婚夫妻采用红色最为贴切 不仅能体现出主人强烈大胆的个性 更能展现青年生机勃勃的朝气 显示滑贵 另据测试 红色能使食欲达到高峰 红如朝阳 白如软玉的红白相间组合 利用白的温和 稍稍冲淡红色造成的单调感觉 使整体更负变化 更有生气 红与黄的搭配 有一种压得住的热烈 福衣老师家具喜气极强的用色手法 会使橱桂显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五 本木色的橱桂 樊朴归真的田园色彩 置身石木的纯朴 点缀田园的花草 加之简洁的造型设计 使乡村氛围盈满家庭空间 老年夫妻及性格稳重的人 可以此为橱桂颜色首选 木的单纯 辅置以淡蓝与墨绿 更能突出温馨感受 六 白色的橱桂 纯洁无瑕 一尘不染的色彩 以白色为主调的橱桂 呈现朴素 淡雅 干净的感觉 对于喜欢洁净安静的人 无疑是最好的选择 白与黑这一对对比色的搭配 会制造出一种单纯的沉稳效果 没有什么可以搅乱心神的地方 白与任何颜色搭配 都会产生意外的感觉 七 黄色的橱桂 中国自古以黄色为尊 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 淡黄能与多种颜色搭配出 令人满意的效果 像前面讲到的蓝色 绿色 红色等等 明快的姓黄色 又会创造出青春的奔放意境 以上就是厨房风水颜色的相关事项 只要从以上的几点出发 定能够打造一个完美 舒适 健康 旺财运的好厨房风水 希望上面讲的内容对酱油们能有所帮助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结束了 希望大家能够喜欢 记得给小酱汁点点关注和小铃铛 小酱汁会继续给大家分享 更多有趣的命理内容 我们下期再见